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社区方面的领袖们在合作 要在学年的最后几天也要为自家校园内外的学生 还有教师们要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 在今天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讨论的就是2022年安全启动的相关的这些步骤和政策 自从美国特刑局制定了一个方法来识别 可能在大规模范围内策划暴力或者暴动危险行为的人士以来 已经25年了 专家说这种评估还是可以防止像发生在Uvalde 这样子的惨剧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所以事前的准备防范工作做得越好 越仔细对未来发生的应该来讲 对未来发生的危机发生的遗憾 就能够减少它的可能 好这是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关心一下 HISD也有安全的特别的要求工作 在今天开始讨论 那么接着我们下边看的新闻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股市怎么样 财经的表现如何 今天早上和翁杰中翁教授讨论的时候 那个时候股市上扬 到目前靠近中午了 看起来好像又不行了 那个时候上扬现在又跌了 在美国Doges在早盘是开高 然后就陷入震荡 一度在上涨还超过250点 但是随后就蹦蹦蹦翻黑往下掉了 涨的250点全部吐出来 在现在可以看到 不但上涨的250点吐了 还又下跌了200点 看起来真的不妙 不妙啊 不过还是希望涨跌涨跌 希望到今天下午收盘的时候 我们的能够有好数据 好消息和大家一块能够分享 好下边我们再来看的 就是其他方面的新闻 看到来自纽约的报道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他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已经到了第四个月 美国总统拜登也投书 媒体就是讲明了 美国是不会试图推翻普丁 也不会私下或公开施压乌克兰政府 来个让步来个割地的 所以呢在美国的这个立场就是呢 是绝对不会推翻这个别家 别的国家的政权 像是俄罗斯的普丁的政权 但是也不会让乌克兰来个割地 来让步 所以呢在现在 美国还是会依国会授权 要给乌克兰数以十亿计的 美金和财务的援助 也会和盟邦和伙伴来因应 随着俄罗斯侵略 恶化的全球粮食危机 同样的也要帮助欧洲和其他地区的 盟国来减少仰赖 俄国的化石燃料 而且要加速转型到干净能源 美国还是也会继续和盟邦 携手加强NATO被大西洋公约组织 东边的兵力和战力 也欢迎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 投书媒体的所说的 好下边我们再度看到 这是马斯克了 我们在现在也晓得生活的改变 因为这个生活形态 工作形态的改变 以往大伙都到办公室工作 因为疫情 结果大伙都回家工作 在家里边上班工作 当然有很大的优势 大伙员工们都喜欢在家工作 又可以吃冰 又可以玩电脑 看这个YouTube 听歌曲 和家人和朋友聊天 小聚一下 只要我不要放在荧幕上面 你们看不到 我工作还是可以照做 这样子的生活 这样子的模式 但是呢 现在已经从特斯拉 这个执行长 马斯克 已经在今天 有一封信 表明的就是呢 最后通牒 特斯拉的主管 你要么就回来上班 要么你就 就离开 就离职吧 这一封题为 不再允许远距工作的电邮当中 马斯克就做了 这样子的要求 而且说 最少要在办公室 待40个小时 一天8个小时 一个礼拜5天 那么就是40个小时 也就意味着 得要全职的 完全恢复到 回办公室上班了 那么马斯克也表示 办公室必须是 特斯拉的主要办公地点 而不是一个 与工作职责无关的 远距分公司 相信他的这一个看法 这个做法 很多的老板们 都是心有七七言 都会同意 或许很快 我们会看到 不同的其他的企业 老板们 这个CEO们 都会发出同样的要求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其他方面的新闻 我们也看到呢 在就是英国的消息 英国人在今天 暂时撇开了恶性的通货 膨胀危机 和对君主制未来的质疑 准备由明天开始 要展开一连四天的活动 要庆祝的是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了 从明年起 一连四天会进行相关的 庆祝的这个活动 庆祝女王登基周年的白惊喜仪式 也让英国的民众 可以暂时由1970年代以来 首见的严重通过膨胀中 烧火喘息 好 新闻最后看到的 这是关于新冠长期症状 在英国方面呢 现在统计英国国内有200万人 有这种症状 占总人口大约3% 统计当中呢 就是他们 这个接受调查的人 他们第一次确诊 COVID-19或者怀疑染病 最少是在12个礼拜前 在这个最常见的 COVID长期症状是哪些呢 就是疲倦 那么他们表示 55%是疲倦 然后是呼吸急促 然后是咳嗽 然后才是肌肉疼痛 所以这一个是 关于在COVID-19 新冠的得到之后 那么它在未来 可能对于我们身体 所造成的一些长期的症状 提供我们的朋友们 做一个参考 也提高警觉 好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我们今天的五阶新闻 湖北界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 休息一会 欢迎收听我们下边的节目